说到谢兰,可能很少有人知道,但要看到她的那张脸,很多人一定觉得眼熟,出道多年来,谢兰在荧幕上塑造了很多观众熟知的角色,但最让人印象深刻,要恕她在大宅门中塑造的俏皮, 泼辣的爆狗丫头李湘秀,在中国电视局的历史上,郭宝昌导演的大宅门,留下了浓重了一笔,多年来,一直被观众奉为神剧,在剧中陪伴白七爷度过后半生的李湘秀,虽然身为丫鬟,却有着一身傲骨,在二奶奶过世后,湘秀凭借着过人的智慧和胆识,帮助白七爷撑起了白草厅这个大家族,她的泼辣,凌厉让观众念念不忘, 而谢兰也凭借这个让人念念不忘的李湘秀一举成名,说起来,谢兰在演艺圈的起点还是蛮高的,1994年,她还在北京电影学院独大二期间,就被选为张国荣主演的电影《夜半歌声》中的女主角朱丽叶,这是谢兰出道的第一部作品, 当时她还与张国荣合唱,那一曲深情相拥,出道就与张国荣合作,这起点不可谓不高,之后谢兰的演艺事业更是顺风顺水,顺利出演了电影《走过严冬中的女一号》, 还凭借此片夺得第七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女演员奖,随后她又凭借主演的电视剧《雪白血红》, 夺得第21届中国电视精英奖,最受观众喜欢的女演员奖,演艺事业达到巅峰,从2004年到2013年间, 几乎每年她都会单纲主演一两部电影或电视剧,并且每部作品都备受好评,堪称佳作, 从《魔作女儿国》中的末代王妃到燕雪梅,中的人民要是再到忘掉我时谁, 中年又丧富萨姆的宫儿林词汇,谢兰出演的角色各有不同,可以恶毒到令人不齿, 也可以善良到让人热泪盈眶,她形象百变,戏路宽广,每个角色都塑造的生动形象, 如此高超的演技,也是让众多观众喜爱她的原因,演艺事业如日中天之地,爱情也悄然而来, 2000年,谢兰与同事演员的施小红结婚,施小红90后一代人应该都认识, 她就是童年经典剧《上错花家家对郎》中的原部曲将军,就是杜冰燕的丈夫, 谢兰与施小红在1999年因出演江深导演的电视剧《黄土地》《蓝土地》因戏结缘, 施小红比谢兰大九岁,婚后夫妇亚相继合作,那两部剧的拍摄, 一部是剧命游戏,一部是《王于杨查案》, 谢兰与施小红2000年结婚,直到2012年,谢兰41岁时才高龄生下儿子, 期间谢兰为了演艺事业曾想要做丁克,施小红咬牙支持妻子的做法, 多年来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谢兰的工作,也许是丈夫的成全感动了谢兰, 所以谢兰决定为老公生个孩子,终于在她41岁高龄时刨复产下儿子淡淡, 那时候的时小红都50岁了,生下儿子后,谢兰决定提出演艺圈, 专心在家乡夫孝子,从2013年以后便在没在荧幕上看到她, 直到2017年还在电视剧《我的早更女友》,客串出演餐厅老板娘潘玉兰, 现在谢兰和施小红的儿子已经6岁了, 谢兰也几乎退出了演艺圈享受生活, 看她的微博几乎全是出游的照片, 世界上很多地方都留下了三个人幸福的毒际, 祝福演员谢兰,也祝福他们一家三口可以永远幸福每晚。